为提升台湾能见度,民间团体于日内瓦举办无国界医院展 当地时间19号下午并邀请台湾音乐家、声乐家演奏与演唱台湾歌曲 透过音乐与文化,让世界更认识台湾 陈时中出席该活动至此时表示 台湾出口名列17大,进口18大,却无法进入世卫大会 就像国际孤儿,他暗批中国的打压就像是红色沙尘暴 陈时中强调 医疗无国界,健康无国界,人权也无国界 想要借由政治来干扰人的基本权利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台湾除了坚定发出声音以外,没有第二条路 没有收到邀请函,反而更应该要来日内瓦 若是不走出来,世界永远不会知道 他不信真理换不回 央网记者张德厚在瑞士日内瓦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